大家好,我是Den 因为在小宠物们而引起争议的YouTuber卡普苏木匠 大家还记得吗? 不记得的话请看 他回来了 3月14号 卡普苏木匠上传了 标题为LumiRuMiro近况的影片 在公开的影片里 卡普苏木匠附上了这样的字幕 因为有很多人想知道孩子们的近况 所以上传了影片 除此之外 影片里没有说明任何事项 并且也将留言点赞不喜欢功能也关闭了 突然发现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频道的留言区一直都是关闭的 到底是谁用什么方法问了猫咪们的近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垃圾回来了 吃吧 真的回来了 是不是疯了 关闭留言区是来探水闻吗? 还是忍不住想要消费动物们 用生命来开玩笑的家伙 真的是无法原谅 YouTuber们道歉后回来 变成了一种公式一样 卡普苏木匠的回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网友们惊讶的 RuJie旁边的这个人 3月15号 RuJie在埃及留言 看看今天谁来了后 上传了4张照片 照片里能看到 Blackpink成为Lisa 为了姻缘缩露活动的罗见 而来到了人气歌谣的休息室 但是这几张照片 确然很多网友们都惊讶了 大家发现到为什么了吗? 对 Lisa的刘海 Lisa一直以来对刘海都是非常真心的 之前在出演阿能香音的时候也说过 自己从小就是一直做的这种发型 不想打开刘海 但是如果有100亿的广告代言的话 就会打开刘海 所以照片里的这个发型 什么是发财呢? 啊超喜欢 Lisa干嘛要挡住 哇 Lisa没有刘海也好漂亮 因为从小就是那个发型 所以没有刘海自己就会觉得很尴尬 其实Lisa没有刘海也真的很漂亮 所以不要太尴尬了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受到很多韩国网友们认通的一个标题为 Lisa没有对内XX争议的理由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上传的照片 姐姐回韩国后 马上就要去练习射箭 姐你如果射箭射到别人呢? 射到猫咪的话 猫咪的人生谁要来负责呢? 真的想一想就觉得好可怕 姐你更可怕 呵呵呵 他们一看就很像 如果有不愉快的事情就会单挑之后 一起在喝杯烧酒后喝好的感觉 很像是把女子沟中小霸们聚集在一起的感觉 四皇之间是不吵架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以第十章正规专机的新曲 House Party回归的Super Junior 在舞台上展现了 博德卫老的抽象实力 而其中 成云Kinmitcher在U歌曲的ending 带给了很多网友们快乐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哇真的好漂亮 但是瞳孔地震太好笑了 瞳孔地震真的好可爱 也很漂亮 真的一点都没变 真的跟以前一样 评论 RAP DANS RAP DANS I HU SONG IJANK Iain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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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man Hitman Live you i introduce it hit it the second audition rap dance 노래로 상대방의 kiss sun을 저압해 어떻게 될 방탄이란 badge 난 여기서 라임과 flow로 내 badge